立法院臨時會針對年金改革三大法案 朝野持續攻防 民進黨團對於十八趴的退場時程 支持最嚴格的兩年歸零版本 昨天傍晚國民黨團揚言要杯葛到底 立法院朝野黨團針對年金改革三大法案 已經進行五天的協商 可是包括十八趴退場時程等深水區部分 全數保留 國民黨團要求 兼上午開完黨團大會凝聚共事 下午再行協商 不過民進黨團舉行黨團大會後 確認十八趴兩年落日 樓地板定為三萬兩千一百六十元 至於所得替代率要分五年或十年 調降至百分之六十 不排除假投票決定 那不同的意見包括所得替代率的過渡期間 到底多長 那包括這個贏價的部分 政府出資到底多少 還有包括這個政務人員所得替代率的問題 這幾個問題是整個整理下來 黨團裡面還有一些不同意見的 沒有改革一定不會不痛 如果不痛的話就輪不到我們來做 那麼所以當然不可能讓各方都滿意 不過朝野下午才開始協商 國民黨團態度強硬 要求如果民進黨團對軍公教不釋出善意 還嗆聲條文如果進入院會處理 不排除杯葛到底 那有說就是不論結果民進黨還是要開坦克 聲連貫都是會一份不浪的 那我就擋在前面讓他砍 讓他讓他把坦克車開過來 如果要進行真正的改革 我們贊成有樓地版的保障 由於國民黨團一步都不浪 連院長蘇家全都一度動怒 認為協商如果沒有共識 是否就照議事程序處理 而民進黨團也主張 直接進議場逐條處理 不過經過協調 朝野氣氛暫時緩和下來 持續就深水區部分進行討論 記者陳嘉欣謝其文台北報導